欢迎你回来这里是音乐听光光 上次克里夫来节目的时候 我发现我访问的是我高中同学 但今天我访问的是我国中同学 带来作品也是吕智杰 哈喽大家好 总光明好 你会紧张吗 我是吕智杰 不会一点点 因为老朋友老朋友 对呀 你知道因为那个 就是在大概不知道几百年前 2009吧 2010 做那个花的心愿的时候 就是我在那个花博比赛 那时候还请李之杰帮我编曲 对呀 就是anyway 对 还有那个我们一起做零一脸的 那个演唱会广告 还有图米的几首培约 对对对 中间就是有一些案子上的合作 对呀 因为我知道他在做音乐这件事情是 比较确定是有一次 我记得你好像搬到 东区的一个地方 然后你就邀请大家说 这是我工作室 对对 那是我上一次跟你见面吧 我记得 不是很确定 对 类似啦 对其他可能都是匆匆一瞥那种 对对 对呀 但后来我就看到他发了作品 然后我想说我能不访吗 马上传讯给他 对 怎么了 你那时候 我看资料当然是在疫情的时候 有一些灵感或什么的 可是其实你也不是 因为你一直都在做流行音乐的事情 对对 对呀 所以有这个动机 因为应该是说 这十几年来其实也陆续写了蛮多作品给一些歌手嘛 对那我觉得好像身为一个幕后的子女创作人 当然我一开始写歌 其实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把我的歌给很会唱歌的歌手们唱 我就很开心了 对对 可是就是好像在前几年有一些小低潮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说 我好像可以写一些是很能代表我自己的歌 那如果有一天也能够真的把它唱出来变成一个正式的作品 可能会是一件很棒的事 先姑且不论说这个作品会不会红 或者是会不会很多人喜欢 但是我那时候想的就是 因为毕竟年纪也慢慢增长了嘛 就会觉得说 好像这一辈子就是 就是好像一定要做一些自己的作品 但这件事不能想 就是你不能去想说 它会是一个成功的作品或什么 就是不能想它 你应该去想 因为如果你现在要问我 因为其实我不是小时候不是跑去比赛 然后发了一个专辑 你知道我发完之后那是我人生最低潮 最最最最低潮 有的时候大概知道 对啊 我就想说 我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件事 不就是为了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唱歌的人吗 对 那当然就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那一阵子我真的很痛苦 所以我后来 当然近期 因为最近是 这几年是个职人时代 对 所以我们的身份可能突然会被某种凸显 觉得说 好像 很专业这样很厉害 或是在某个行业耕运很久 对 但我就完全没有那个想要出来唱歌念头 我也被问过 对 甚至有唱片公司问过 然后就想说 为什么要 对啊 现在过得蛮舒服的 我干嘛 对啊 不过 所以我可以理解 你想要做这个作品的行业 对 至于我现在所有的工作斜杠身份来说 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做作品的 对 创作其实是我最挫折的事 但是我最想一直做下去 我会有这种感觉 对 我觉得我那个心境的感觉 可能跟你有一些雷同 就是虽然平常的幕后的工作也还是持续的在做 但是在过去半年 就是这张EP制作其实是去年的下半年 对 对 那我真的有彻底的感受到我的内心 就是在做这半年之一作品的时候 那个对音乐的热忱 还有那一个很开心很充实的感觉 好像是有一阵子比较没有的 想把东西做好 对 我前几天 因为我最近在做几个MR的专案 然后 然后有一首歌 我先不要讲谁好了 刚才脱口而出 就是收到 就是有一首歌来 那个旋律我们还好 但是那歌词我们很喜欢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要把鸡婆一下 我先试着 重新填 重新谱那个曲 对 但我发现我那三个小时 其实没写完几句这样 根本没写几句 对 但我好快乐 那三个小时这样花光我好快乐 对 对啊 然后把自己弄得超累 但我就觉得好快乐 对啊 因为那是你花时间 埋首在 怎么样把一个作品 产出来的那个过程 对 这个我相信是所有都有在创作的朋友们 都可以有感受过的一个心情 对 待会大家听到的歌会是海星 就是刚刚大家一开始听到那个 对 这个是不是也给你很大的灵感泉源 对 对啊 因为海星是一个很特别的生物 它是你从中间切瓣 它或许都还能继续重新找回新的样子 对 对 因为我就是前几年在网路上看到一个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短文 他就是在讲说 海星其实 那我觉得那是人类去赋予它的一个故事 对 他就是说海星其实是非常的勇敢的 他就是失去把他身体切开了一半 他还是可以永不放弃的长回来 对 那我就是刚好想到那几年的低潮 就是可能受过一些伤 工作上的 或者是说和人的应对进退的 对 然后就让我觉得 海星的这个故事 好像是可以跟我做一个结合 所以就二话不说 就直接把这个title拿来当一个歌名 然后写了一个关于代表创伤的故事 然后就是在写自己 这样子 你决定要说这三首歌 呃 是有一个主题的吧 对 因为你一定不只写这些歌啊 但你决定要让这些歌当作你 第一张正式的 E.P 创作E.P的代表 一定是有某个原因的 对 对 因为可能这几年就是 满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跟情绪 对 所以这张E.P的名称叫做Mind 就是有心智的意思 对 就是我想要好好的用这三首歌来 看看自己的内心 现在在这个阶段可以唱出一些什么作品 那同样的也会希望这样这三首温暖的内心故事的歌去可能引起一些听众的共鸣 但主要还是先想要引起自己的一个 对 就是先疗愈自己 对 对 但是身为一个就是用音乐得到收入的人 但是你在相对在花钱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你不会有一种入不敷出的感觉 对啊 非常啊 而且你找了蛮多蛮厉害的人加入 那些人都对啊 身上额头上都有贴标签的 上面都有金额的 对对对对 但你还是想说还是把它做出来 对对对 不过我真的觉得在做这个E.P过程当中 对 我觉得朋友们也都还蛮挺我的 对 然后 就整个就是蛮充实蛮开心 对 OK 好啊 先来听听海星这首歌 好 在这个Mind这张创作E.P里面 这首歌会是某些创作的动机跟启动的关键 在听你这首歌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这是台北市立城镇国中三年十七班的毕业生 而且我还记得十七班 你还记得我十七班 对对对 对对 我十二班 我十二班 我跟你说因为那时候 那个我们那个年代还是有能力分班 然后还有能力分班的小朋友是会被抓去玩自习 对我们是第八节课的同学 对 对你坐我后面 对正后方 然后我记得印象前三课那一天 就是推荐征选放榜那一天 对 因为我们两个一个推荐中一个推附中都没上 对 对然后两个人都对心情很差 我心情很差吗 对我们两个人脸都臭到不行 天哪我都忘了 因为那天我们有一半的人已经不用上课了 然后我们就是那一半还要继续上课的人 对然后老师也不敢惹我们那一半这样 对啊 总之那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这样 前阵子我去北流开会 然后经过南港的时候 我就觉得哇真的 对那叫什么 事过境前这样 沧海桑田人都不一样这样 事情也都不一样 整个南港都不一样 对啊 就是这几年的那个南港的建设改变了蛮多的 对 你还住在南港吗 我现在还住在南港 这是很有趣的 以前的事 我在听你唱歌的时候 其实我也还真想不起以前的画面 就觉得 我好像在见到你的时候很熟悉 但是听你的音乐的时候会觉得哇你已经 好像已经跨到某一个另外一个领域去 对啊 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定义也是想要当一个全职的音乐人 对不对 不见得是歌手 可能可以是 其实如果是全职的音乐人的话 应该说大学毕业退伍以后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事 那只是说每个时期的那个不同工作的比重多少的差别 对因为我也会看你去 比如说有朋友开演唱会什么 我也会看到 OK我手是吕之杰 对对 对啊 有时候对会做一些演唱会的演出 然后或者是写歌啊 然后编曲啊配乐这样子 那在你所有的目前的工作里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 目前吗 目前我还是最喜欢写歌 对 创作好像比较既可私密又可开放 对对 那现在这个阶段是写给别人也很开心 然后因为已经发了自己的第一张EP了嘛 对 之后如果有 应该还是会继续做自己的作品 那只是说时间的排程上自己会再决定一下这样子 而且因为你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进度或发表上会更快 你自己就可以做完全部的啊 你看像我们这种我们还要先拜托万拜托 为人家帮忙 对啊 这对啊 这到位 但是因为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可以和其他的音乐人合作 也是可以试试看 对 然后不过因为最近也刚好接了一些歌手的商演或演唱会 所以比较忙一些 对那可能忙一个小段落之后 又会在左手进行自己接下来的作品 对 你写给别人的这些歌里面 哪一首对你自己来说你觉得最意义重大 他不见得最红 也不一定是 你知道你写给别人的东西 你总有一两首你是自己觉得 他就算不打也没关系 我觉得意义太 像比如说像我写给彭家会那个永恒 这是不好说 对 就是我心里觉得哇 对 他有发表就已经是对 这件事最好的记录了 对对 对啊 你有这种歌吗 我我想到三首 然后各自有简短的意义 第一首是09年发表的 那是我发表第一首创作歌曲 是萧红仁的第二张专辑的歌叫我没有错 哦 那首歌好好听哦 因为那是第一首 对 那首歌好好听哦 对 对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圣女保镖的片尾曲 李维峰唱的U等 哦 那首歌很红 印象中很 很深刻是因为就是 那首歌因为还算小有名气 所以那首也赚了还不错的版税 我好像比较务实 比较务实 还好我也写过主打歌 对 你也有啊 对 该忘的日子 对 过境的 对啊 然后第三首是叮当的只是不够爱自己 嗯 对 那因为叮当是一个非常会唱情歌的情歌天后嘛 对 然后那时候也是写了他的主打歌 就我很开心 那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歌 等待被理解的人也是很多人 张若凡的作品 因为黄伟静有一次 我一次跟伟静去唱KTV 对 他就唱了这首歌 哦 真的哦 对 他 我的印象里他是非常喜欢这首歌 哦 真的 对 这几年我也有帮伟静谈情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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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对 结果大家生活其实都交集在一起 没错 就是因为音乐 因为作品 嗯 交集在一起 你你现在发完作品之后 因为这毕竟是你的初めて出体验 对 你你至今跟你的想象是雷同的吗 因为你在发之前 或是你要上上节目开始成为 至少开始有点往目前走 你一定会有某种想象嘛 对啊 到目前为止跟你的想象接近吗 呃 呃应该说我没有去设想一些太多的东西 因为呃 因为我觉得这个年代会做音乐人太多了 因为这个门槛就是很低嘛 因为大家都会利用家里的设备啊 有些人是电脑很好 对对 然后就会觉得说 诶 我就我就做做看 没有预期太多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是真的超乎我预期的就是 像我原本以为我的电台通告可能只会排到三月份就结束了 可是就突然后来又陆续有朋友的推荐 然后像光光就你也主动来找我上节目 我就觉得超感动就是这些资源都不是我可以一个人的力量可以会有的对然后还有包含最开心的事也是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歌曲进KTV是非常困难的嘛对然后我的歌曲就是有透过版权公司的协助顺利进入KTV 哦这真的好棒 这真的也是 进KTV超难 超出我很大的预期 那也变相就是给了我一个鼓励就是我要再更认真的继续面对自己的作品 我懂反而是当你没有去预期他要发生什么时候所有的获得都是超乎想象的获得 我目前的想法是这样的就很多超乎想象的 我懂降低那个期待 对 好像会让你的获得更有重量 对对 这好像我走进某个汉堡店要抱持的态度 觉得那汉堡可能就有收手没有特别好吃 对就会一咬下去觉得超好吃 对对对 类似这种感觉 太不浪漫了我对不起你 待会儿要听到的歌 我觉得比喻很棒 待会儿要听到的歌是最好的时候 然后这个歌放在收尾也是跟好朋友一起合作的 你找了一个好朋友来当这个吉他手 对他是我这几年做黄慧静的演出的吉他手 对然后之前有一些demo的合作 那这次就是正式请他来帮我弹吉他 对了解 好啊听听这首歌 这是李志杰在他的Mind这张创作EP里面 收录的创作作品最好的时候 欢迎你回来这里是音乐听光光 I don't mind 这是跟专辑的名称有连结的作品 对 然后也跟郑双双跟黄胜峰都有关系 对对 对 郑双双我最近刚好联络他 我们有一些合作要产生的杂写歌这样 然后黄胜峰是每次想到要收歌都一定会问他 对因为他的作品给很多天后级的演唱过 我也很喜欢他的歌 对因为他的气氛蛮特别的 对 创作的气氛 但你自己其实一定也在这过程里接触到很多人 你自己怎么筛选 也不是筛选 你自己怎么选择 比如说像你要找黄胜峰你是这样 某一天突然想到这样 对因为其实当然因为我这次是自己出资做全部EP的内容嘛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当然先是从认识的朋友 然后能力也符合我期待的把他们放在OK的位置 那会找盛峰是因为我们之前在曾经待过同一个版权公司 然后我也听过他非常多的作品 那我觉得他除了在词曲编曲都很不错之外 我发现他在魂运上面也有下一些功夫去研究 那我就觉得找他来mix这种带有一点节奏 然后比较新潮一点音色的歌曲是非常适合的 因为过往在他的demo里面听到他就是做得非常好 对 那郑双双呢 郑双双双就是一个误打误撞 因为虽然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有一次他就来我工作室聊天 我就把I don't mind这首歌我自己出就是唱的第一个版本剪好给他听 然后他就对我说 他说志杰这首歌我们不能这样就让他过去了 他说他就主动来帮我配唱 他就说他有想到方式可以让我把这首歌唱的比现在更好 所以大家现在听到这个成品是双双就是帮我调整我的唱腔以后 然后才完成的 我非常感谢他 他唱歌是超好听 他的音色本身就很特别 我记得我一次去台北音乐不断店当评审 一个创作比赛 然后就碰到他 我整场都很困就看到他我是醒 那一次我也在啊 你也在吗 应该就前几年 因为那次很困 然后就他那天对 让我彻底的醒来 是不是乐悠悠之口 我记得他穿白色西装 对 对同一次 对啊 所以对我觉得因为你有很多很 怎么说很善良吧 至少跟你很气氛很接近的朋友 然后一起会完成这个专辑 你有想要做专场吗 其实在其他电台节目有已经有现场 就是会想要做 但是因为自己也弹过那么多歌手的场 我知道做专场不是很容易的事 但是我就是会把它放在心里 放在今年的规划中 对 唱啊 对啊 干嘛不唱 反正就是 乐悠悠几口啊 对啊 就在旁边那个看戏的感觉 我不会啊 我会去 我会去 有空我一定到 好 对 尽量九月以后 对 六七八 六七八月我可能恕男从命 对对对 六七八我也忙 对 九月之后 对啊唱一下嘛 我是预计排在八九十啦 因为十一十二因为娱乐圈就是演出一定很多 怕大家不会来看我 所以就不会排十一十二 那像 那那 好啦到到时候演出的时候我是一定会 对 一定会在我 我刚刚想问的话就是 因为譬如说像你如果做这种专场 你有很多原本可能想放进来 但没有放进来的歌 他就有机会出土了 你知道吗 其实可以老实跟光光说我这是EP三首歌我就只写这三首 真的假的 对我没有写其他的歌 怎么那么小气啊 因为怎么讲就是时间有一点点感啦 对然后又觉得 对 然后可是我还是对这三首歌蛮有 蛮开心 对 然后就是他们就是我想要的歌了 但 I don't mind 现在我可以同意郑双双的讲法 就是不能就这样过去 对 对 而且他有一点点西洋感 对 对 那歌有点cordplay的某种疗愈感 这是我想要尝试的东西 因为在我过往写给其他歌手的歌 我觉得那个华语流行抒情歌的感觉还太强烈了 Mandle Pop 嗯嗯嗯 我想写一些不是我平常会写的东西 对 包含像编曲音色的使用 所以就在这首歌做了一点对自己的挑战 现在那些年轻人真的都好厉害 我看他们用电脑我都觉得自己好像 自己好像只会用iPad一样 这样 对啊他们都好厉害 对 嗯 不过我觉得那个时光的背景不一样啦 因为他们获取那个资讯的来源 还有就是都跟我们那时候不太一样 我前陣子访问周旭 然后周旭又说 他说他的乐理跟使用音乐的方式 都是从YouTube上看来 嗯嗯 对 我想说哦有这种事 对 对这么厉害 对 我只有学日文是从YouTube上面看来 因为现在网路上 各方面的资讯都非常多 嗯 um 是 okay 但至少在做完这个作品之后 你有松一口气吧 想说 哦 中就有个作品出来了 呃 送一口气只有一小段的时间而已 后来的这段时间反而 有更大的 更大的一个 債务 哈哈 不是不是債务 哈哈 心理的一个 小期待吧 就是说 我要怎么去经营这个 就是创作歌手的生涯 但当然 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务实的人 我没有觉得说 就是我没有觉得说 我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或是我的歌被听到 反而没有这样去想 我只要能觉得说 我的音乐有一直持续被听见 那即使不是一个很大众的 就是一小部分的人喜欢我 我觉得已经就非常开心 有作品发表 然后持续的有 维持 对 就不错 然后也还是很喜欢帮其他的歌手写歌 对 好 我也是 不知道 今天刚跟你聊完之后 突然有点心软 觉得说 好像也可以再写一写 再来唱 但没有 我一定回家就又不要了 对 回家这样想说算了 对 给李智杰发好了 对 好 最后来听听I don't mind 在这三首作品 当然是他自己 创作跟演唱 他也写了很多歌 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 听完这些歌 大家可以上网找找他 跟他分享你的感想 怎么找你 在IG上面输入我的名字 就可以找到我了 对 目前就是只有IG的粉专 双口吕 至少的至杰出的杰 OK 好 他是我的国中同学 对 城镇国中三年十七八 的毕业生 是 好 最后听听爱懂吗 谢谢你来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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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